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在日本众多的特色作品中 能够扛过岁月的侵蚀 延续至今的作品并不多 超级战队系列 奥特曼系列 假面骑士系列 能够做到长久不衰 靠的不光是优秀的剧情 和观众的情怀 靠的还有那么一点 小小的运气与意外 假面骑士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们可能不知道 在假面骑士1号 1971年的4月播放初期 其实并没有什么收视率 甚至可以说的绝对一点 那是真的一点人气都没有 更别说什么假面骑士粉丝了 那就是吃人说梦 作为一部 当时给小孩子看的特色作品 由于剧中怪人实在太过吓人 和过于诡异的剧情 收视率一直停滞不前 你让一个几岁的小孩 看这么恐怖的怪人 那不妥妥的童年阴影吗 在日本关东一级的收视率 只有8.1%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 由于1号的主演 腾刚红在拍摄过程中 因事故受了重伤 工作人员为了能继续上映播放 只好紧急推出了 假面骑士2号 应付这一突发情况 也就是这么一个偶发事件 为盘活整个假面骑士系列 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次事故也被网友们称作 导致节目生存危机的事故 之后的事情 想必很多看过我 往期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了 由于假面骑士2号的登场 又因为2号的扮演者 左左目刚 不会骑摩托车 由此诞生了假面骑士 历史上第一个变身动作 也就是因为这个变身动作 吸引了在家中看电视的孩子们 孩子们开始争相模仿 甚至成为当时日本的一种社会现象 就是因为在这种 说不明道不清的种种意外之下 假面骑士1号 成为一部国民级别的特色 收视率急速上升 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看的假面骑士系列 换句话来说 要不是腾刚红摔伤了 假面骑士你可能就见不到了 果然东映为了假面骑士的成功 没少献祭演员呀 假面骑士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现在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假面骑士1号和2号 是以蝗虫为主题 进行人物设计 但其实在假面骑士原作者 石森张太郎设计初期 他是准备以自己之前的作品 骷髅人为原型进行人物设计 所以你们可以看出 假面骑士和骷髅人系列 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就比如这头上的大眼睛 但由于当时日本的电视台 以营业上有问题为由 迫使石森张太郎更改设计 这给石森张太郎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一天感到困惑的石森 又画出了50多张设计图 他发现其中有一幅 以昆虫图件中的蝗虫为主题 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而蝗虫的脸和骷髅人的脸一样 令人毛骨悚然 形状也和骷髅人相似 再加上昆虫 适合成为破坏自然的 恶势力战斗的英雄 基于这两点理由 石森张太郎决定 以蝗虫为主题 创作英雄 就这样 假面骑士诞生了 不知道细心的 你们注意到没有 在假面骑士1号的眼睛下方 有类似条文的东西 直接上 这可能代表着 假面骑士的泪水 代表着因为 被邪恶组织 变成改造人的悲伤 换句话来说 这也是骑士们 为了再无法 变回正常人类 而流下的泪水 假面骑士那些 不为人知的秘密 其实在设计 假面骑士1号 本乡猛人设初期 本乡猛的人设 不仅仅是一个摩托车赛车手 其实在他初期 还有着生物化学研究所 科学家的身份 所以在早期播放的 假面骑士1号当中 本乡猛有时穿着白色衬衫 有时穿着西装外套 而不是我们熟知 标志性的皮夹克 这也与饰演者腾刚红 给我们的感觉 大相径庭 所以之后 就索性淡化了 科学家的设定 变成了一个 为正义战斗的硬汉形象 果然 想要在假面骑士中 当科学家 还是要选一些 白白嫩嫩的年轻演员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疑问 为什么在假面骑士1号中 有这么多版本旋风号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不合法和不适用 由于旧版旋风号是全整流罩型 符合在公路上行驶的要求 但是在山区和海岸等 未铺设道路的地方 很难行驶 再加上当时日本的法律 较为严格 旧版旋风号 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驶 因此 巨组通过分割了整流罩的一部分 简化了车身 做出了一辆 可以越野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改造版旋风号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欢迎小伙伴指正补充 关注多多 下期不见不散